孙子兵法第十篇 地形篇 岳飞战襄阳 孙子曰 夫地形者 兵之助也 料敌至圣 既 显 爱 远 近 上将之道也 意思是 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 正确判断敌情 考察地形显异 计算道路远近 这是高明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 公元1134年 为其大将李成率兵攻打岳飞助手的襄阳 敬康齿 游未学 陈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赫兰山区 壮志鸡餐 骨炉肉 小坛 可饮 匈奴雪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何时才能完全收复国土呢 将军 李成率十万步 骑兵向襄阳扑来 好 我知道了 将军 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呢 李成可是率了十万大军呢 来就来呗 谁怕谁 对 可是我军的兵力比他们少得多 而且粮草也只能撑两天呢 哈哈 你放心吧 两天已经足够了 你去继续侦查 随时回来向我汇报 是 此时的李成正在抓紧时间排兵布阵 这次我的兵力远胜于岳飞 一定能一举夺下襄阳 将军 明日我军该如何布阵 这个嘛 我要把步兵列在这里 骑兵在这里 就这样 第二天 李成太手下的将士们 在襄阳城外摆开阵势 准备攻城 咦 这个李成布的阵怎么那么奇怪呀 就是啊 怎么他把骑兵安排在江边 而步兵却都聚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呢 哦 我再看看 哈哈 原来这个李成根本不会用兵 你们看 骑兵应该放在空旷的平原 步兵应该放在险阻的江边 他正好放反了 哈哈 这所谓的十万大军根本不堪一击 牛高 你率骑兵冲击敌人的步兵 王贵 你带步兵消灭敌人的骑兵 是 行动 将军 不好了 干什么大惊小怪的 外面打仗打得怎么样了 我军大败呀 什么 怎么可能 我的骑兵都都枪不露 哪能那么容易被打败 将军 我军骑兵连人带马都被宿人推到河里去了 啊 那步兵呢 步兵在平原上都被敌人的骑兵冲散了 哎呀 我的十万兵马呀 岳飞正确判断敌人的信息 利用地形为有力条件 对敌人实施